在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女排比赛中,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,这一胜利的幕后英雄是王云露,这个成就标志着他首次在国家队中获得了冠军,而这对他来说,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。 王云露的胜利并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胜利,他背后承载着他多年来的辛勤付出和不屈不挠的坚韧。 比赛结束后,他情不自禁地留下了喜极而泣的泪水,这些泪水传达了他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。 在社交媒体上,他以自己的方式自称为那个无法被打倒的大王,这句话不仅表达了他对自己的自信,还传达了他对未来的决心。 王云露的道路并不总是光滑的,在比赛中,他曾经遭遇过巨大的挫折,特别是在面对韩国女排时,那一刻,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, 最终被替换下场,情绪失控,泪水夺眶而出,这一幕让人看到了一个脆弱的一面。 但更重要的是,也见证了他的坚韧和执着,王云露一直是中国女排的骄傲,他不仅是一名杰出的运动员,还是蔡斌提拔的爱将, 他在过去的比赛中,一次又一次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潜力,这也是为什么他成为国家队的议员。 蔡斌的眼光是锐利的,他看到了他的潜力,而他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,获得亚洲运动会女排冠军,对于王云露来说,是多年努力的回报。 这一胜利,不仅仅是一块奖牌,更是对他的认可和自己的肯定,他的社交媒体动态,表达了对未来的信心和决心,他要永远是那个无法被打倒的大王。 这个胜利不仅仅属于王云露,也属于所有中国女排的球迷和支持者。 这个比赛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的不懈努力和奋发向前的精神,我们应该向他致以最真诚的祝福和支持,相信他将继续为中国女排带来荣誉和成就。 王云露的胜利是运动世界中的一个闪亮的星星,他的坚韧和执着是一个激励我们的力量。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,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,我们都能够克服一切,成为那个无法被打倒的大王。 这就是王云露的故事,一个充满坚韧和信心的故事,一个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力量的故事。